哇真的是去买个LV要庆祝一下 我本来这个贷款保险是29块9每个月的要交20多年哦 现在新的贷款保险我只要交每个月6.87欧了 看过我上一期的贷款保险的视频的观众都在期待我9月份的这个视频 之前的法律规定在申请贷款的时候贷款拿到我一年之内都可以随时更换 或者是一年之后每一年你申请贷款保险的那一天就可以更换 法国新法律规定从今年9月份开始老的贷款保险不用每一年就等那一天换了 你随时想换就换 我之前家里的贷款保险都已经换过了也省了很多钱 我目前还有一个贷款要换的 我就拿我自己家这个贷款作为一个例子 带大家一步一步的更换贷款保险 新观众订阅我的频道哦不要错过法国省钱赚钱的办法 第一步点击我给大家的链接 他们现在还搞一个活动 通过这个BahaNash的链接注册之后换成功的话 还有送50欧给大家 大家赶快点击链接注册 我有投资群的观众已经拿到来感谢我了 如果万一最后没有送的话 可能是因为系统没有识别好 那就记得找一下他们哦 或者联系一下我 点进去页面之后需要填写的东西很简单 第一个就是你的名 第二个就是你的信 然后呢就是手机号码 以及邮箱地址 都填对哦不然找不到你了 然后就选择 Empraindeur表明啊你是要换贷款的保险 而不是健康保险 然后呢打勾这个 Recontacté BahaNashuha 然后点击最下面的 Etre Hapile 他们之后就会给你打电话了 第二步就等待他们联系你 打电话 我自己因为手机静音 没有收到他们的电话 但是我收到了他们给我的邮件询问 我给大家一个一个的过一下这些问题 如果有法语不好的呢 赶快记一下 因为电话或者邮件 他们都会问这一些问题的 第一个就是贷款人是一个还是几个 第二个贷款人的姓名 第三个贷款人的出生年月 第四个贷款人的职业 第五个贷款人的身份 你是Gat还是非Gat 干部还是非干部编制 不知道这个可以看一下工资单 或者是合同上面会写你是干部还是非干部 第六个过去两年是否抽烟 包括电子烟 第七个你想要保险到百分之多少 这个如果大家不懂的 和他们说你要最低的就可以了 发一下你的贷款 offre de prêt 贷款合同给他们就可以 他们也会帮你选便宜的合同 第八个要不要超过银行要求的贷款保险 我都是说不要 第九个你的贷款的借款利率 还有期限 这个直接我们找一下 le double d'amortissement 贷款的每个月的那个还款表 上面都会有的 这个表上会写 一行一行的每一年每个月 你要还多少钱 本金多少利息多少 上面都会有的 第十个问题 房子是出租的还是自住的 十一个家庭地址 第十二个问题 贷款合同的签字日期 十三贷款的银行是哪个 十四保险是由保险集团一起的 还是其他公司 这个你给他们发那个贷款保险合同 他们自己会看的 不需要自己去找了 第十五个是否会离开法国出差 十六个是否有体力劳动工作 超过十五公斤的重量的 十七你的工作是否超过十五米的地方进行高空作业 总结一下 他们可能不会马上给你打电话 可能要等个几天或者一个星期 但是在这个时间之内 大家一定要去准备好两个材料 一个是贷款合同 一个是le double d'amortissement 贷款的每个月的还款表 这两个东西如果没有的话 就找一下自己的银行要哦 因为他们肯定是要看这个数次的 除了这两个合同 其他的都是一些个人信息嘛 这个到时候你回复他们就可以了 如果你觉得打电话的时候 发育又不好 讲不清 那你就让他们给你发邮件 然后呢通过邮件 你把这两个文件 发给他们之后呢 他们就会给你做这个新的测试了 来看看我的结果吧 我目前是每个月29欧多 相当于就30欧了 这个大家可以从自己的le double d'amortissement里面可以看到 自己贷款每个月的还款额 这家贷款保险公司呢 说到我的材料之后啊 就给我报了一个数字 每个月是6欧多7欧多 从这个表上可以看出 2022年 因为现在已经过了大半年了 我的这个贷款都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今年的贷款平均数还是很高 32.54欧 但是之后他们接手了 换过去了之后呢 那么就只要6.7欧了 它每年都会稍微有些变化 尤其到了后面几年就越来越低了 那平均看下来 是一个月6.87欧 就算是7欧吧 那我从30欧变成了7欧 少了23欧一个月哦 少了4倍多的一个费用 拉长来看啊 总共也是省了好几千欧了 而且这个对我们贷款完全没有任何影响的 为什么不换一换呢 只要动动手就省了几千欧的费用啊 而且这个费用是可见的 马上我就从30欧变成了6点多欧一个月 马上就能从账单上看到省下的这笔费用啊 但是大家要注意哦 不是说我今天换 明天一大早他就给我换了 还是有一个这个时间差的 因为他们还要去通知你之前的保险公司要解除合同 然后再签他们的合同吧 他们给我安排的时间啊是在10月底 所以大概有一个来月的时间差 哎我就多交一个月之前的这个费用嘛 也不是很大的问题了 目前呢我就处在这个第二个步骤 我已经收到了他们给我的贷款保险的方案 我很满意这个价格 我就回复他们的邮件说我同意这个报价 这样就可以在后面继续签合同啊 以及走后面的流程了 有些观众可能也会收到提前表 因为他可能会根据你的年龄啊 还有你贷款的额度啊 来做一些调整 后面的流程只要跟着他们的指示走就可以了 我记得是非常简单的 后面的步骤如果我觉得比较复杂的话 我也和大家继续分享吧 希望这期视频可以帮助到大家省钱哦 记得点我的Bahanach 你也可以收到他的50欧的 也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 分享到自己的房东好友们 让他们也省下一大笔钱 给我的视频点个赞再走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